都江燕修建年代 都江燕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燕市城西 始建于战国时期 公元前265年到前251年 秦国蜀军太守礼兵及其儿子率领百姓 建造了这座伟大的水利工程 2000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 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汉丛人 卧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 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 以无霸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 都江燕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 是中华文化化时代的杰作 更是一项伟大的世界奇观